歡迎來到黑子的 四季第五三PK局 我們這場看到的是在VOGULY上的 我忘記先調介面 所以看起來有點奇怪 應該是還好啦 看起來 稍微大小不太 顯示的比例有點奇怪 至少看得到資源量 來看一下這場是多色沙漠的圖 我們來看一下淺藍 綠色的這一個是皮特務 反而是西班牙 然後紅色的是俄羅斯 X9091313 他的俄羅斯有到位級左右 至於有沒有叫級 可能要再多打幾場試試看 他還算是蠻長上限 但是基本上只有在VOGULY上活動 然後他的那個LINE的ID就是阿賢 如果那個 如果那個VOGULY帳號認不出來 其實看英雄也知道 其實趕肉的速度還蠻快 其實如果你是一個快攻俄羅斯 通常不會那麼早趕肉 因為那會浪費你上十代的時間 我們來看一下西班牙這邊 西班牙這邊也在趕肉 趕肉基本功啦 但是至於什麼時候做 也是一個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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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Double還打得蠻不錯的 沒順鞋喔 就是基本功 不過這邊路又變遠了 講的不是很好 這邊再來打 OK西班牙發了山村 看一下 西班牙的山村已經到了 這邊 拉遠然後互射 狗的話是不可能去搭去打 等下被殺死了 OK這邊趕肉趕的還蠻輕快的 這邊繼續趕 OKPW的肉也差不多都到家裡了 喔 這被發現了 喔好像被挨了一槍 希望PW這場可以打出一點成績喔 不然我要笑他了 我先去說一句話喔 如果是一個會打的俄羅斯 他對地圖的控制力啊 還有整個 戰局的念著度會非常的高 對手非常討厭的俄羅斯 就是他本身冰炸就算了 但是他念著力很高 啊見不到 欸PW不錯喔 66 給他撿到 看一下俄羅斯的木頭 配的是 木頭看起來是夠了 看起來沒有要搞前置 是不是 有拉了一村 可是一村蓋要很久 一村蓋要很久 一村蓋要很久 通常會打兩到三村 至少 至少三村吧 看一下是不是典型的五四一三 因為這是一個十七村的升級 不是 十四村 十四村的升級 十四村的升級 然後西班牙這邊是 喔 這邊是不是有開市場科技 沒有啊 因為有蒜伐木吧 所以紅色比較多 因為木頭系列 好 對 十四比十五 十四比十五 再確認 稍微確認一下 這邊下一個交易戰 要選的是多少 一塔兩百斤的開局 七百斤到了 有沒有 蓋得很慢喔 五分多再蓋好 我們來看一下排層 旁邊排了一個烏火槍 肉要趕圓 所以基本功會在這個地方 出現 基本功會在這個地方出現落差 你要是厲害的高手 就不會再把肉趕圓 他的肉區永遠就控死死的 好 這個是不斷村的俄羅斯 可以注意 不斷村的俄羅斯 經濟會非常的好 我看來這個交易戰士要屌了 其實這個時候我會把他的那個哥薩克拿去繞一下地圖 抓一下村民 讓那個西班牙上世代的速度不要這麼爽 OK 現在皮特屋上世代點上去了 但是他現在會缺木頭 因為他沒有木箱 他發了八毛 也是可以啦 但是這隻村應該會掉 這隻村應該是要死了 幫他往前挺啊 皮特屋都沒在專心打 直接掉村啦 好 這邊兩火槍 那這種不斷村的打法 兵會累積的比較慢 但是經濟會很好 然後他這邊又揭發了七百木 OK 是一個控圖型的俄羅斯 其實這個時候可以考慮用搶壓的 如果我是其他國啦 比如說我是英國啊 就參馬然後火槍搶壓 搶壓一波這個 然後再發一張火槍 就慘一輪馬 然後發火槍殘火槍 很緊喔 直接打一波 直接給他壓力 那如果他是有出兵的那一種 那你可能就會很慘 就是他五四連發 那你只有馬跟火槍的話 有時候不一定打得贏 就在碉堡底下開戰 要看情況 OK 來看一下市場 這邊開了一些獵犬 有可能是教堂招 但是看起來不像是教堂招 有可能是FF的鵝炮流 選了一堆毛病的那一種 然後推鵝炮 衝擊力非常的強 衝擊力非常的強 OK 7分45 稍微慢了一些 不過還是上去了 那這邊沒有木頭 所以要趕快把木頭補一補 才能再改動房子 黃金採了很多 不知道是不是要出瑞士嗎 木槍收集完了 開始瘋狂的補房子 然後轉馬救了 然後又發一張700金 這邊開始搶貿易戰 強兩個貿易戰 還行 好這邊西班牙依舊在卡人口 好這邊奧羅斯要挺進囉 T特務會不會扛不住 就看這裡 哇 沒在扣馬 你看這邊有在扣 就有差了 A909在這個小細節上做的還是不錯 這種對手很討厭 那皮特務的控馬真的是燒險爛了一些 然後這邊火槍過來爆 這一團有可能會死掉 這邊二炮過來也有可能守不住 必須要叫明兵 這邊有沒有過來硬打 很聰明 非常聰明 好這邊 欸欸欸欸欸欸 視野注意一下 有沒有否則 沒有切眼部啊 然後被換光了 沒有 有有有有有有有 欸欸欸 德沙克過來了 殘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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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喔 兩邊旁啦 這空兵不得不說 一邊兵炮應該要掉 沒有叫你兵出來 太傻了 啊 而且你看 控圖流有沒有 這種俄羅斯最討厭 這種俄羅斯最討厭 會玩到讓人心寒 好可怕 開始轉殘寵男了 喔喔喔 毛兵有掩護嗎 好像有 好像沒有 這跑速沒有 不過高地兵很強 這波要趕快打出優勢 最好是把刁寶給拆了 能夠再拆一個就這樣會更好 但機動性太差了 這個組合機動性太差了 起陸去 peekwa twitter 完蛋 走啊 瓜哥 奇特 True 到底在看什麼 要先進戰就好好進戰 欸 好 好,這場皮特瓟應該是要死去的 好,2個3樹枝,應該是要被補強幹死 而且這波吃下來還不會贏,因為貿易戰差太多 經濟也有差 不過現在阿賢的經濟配的有點亂 一堆創民在採木頭 所以看來在前線操作還是對他的經濟有點影響 OK,大量從南推進喔 等一下,西班牙應該要被餓死了 OK 有拉一些村去採肉了 但是 外面的肉不知道為什麼不先佔喔 因為其實木頭夠 我發4毛馬 那這樣拖下去西班牙應該還是要拒絕 就是貿易戰的那個交易量真的太大了 看不出 油紙不斷的被拉開 油紙不斷的被拉開 是很多毛馬啦,但是 退方的兵也不少 然後兩頭控的,控的有點爛 這邊控的靈活血 然後村民沒跑 然後村民沒跑 皮特物在多線操作上 該先拉的沒先拉 嘖 可是有點殘忌 然後這太前了,然後把他放太厚 那馬都在繞圈 槍槍被嚇壞 趕快,馬馬點進去 看這邊繞圈圈 被馬卡死了 這樣就去了 看一下兩邊的指牌 西班牙的 西班牙的 還行啦 只是 有時候會 應該是要配瑞士毛 應該是要配瑞士毛 好,我們聽一下皮特物要說什麼 蛤?我們要說什麼? 我是說GG啦 有什麼感言嗎? 有什麼感言嗎? 原來是沒有四哥馬的 他要發高等教育戰 這場沒有發高等教育戰 而且他太早想要種田 他一下發土地政策 哇,他其實可以吃肉 他打得蠻穩健的吧 他應該怕我跑村吧 先測好了 好可憐喔 沒辦法啊 我實力也就差不多這樣吧 也不用氣餒啦 反正我有錄起來 你可以回去好好欣賞一下 這場是俄羅斯屌虐西班牙 也不算屌虐啦 他真的太早種田了 他應該要控制他 三點鐘那幾塊錄 他其實右上角 他那一半的右上角 他那一塊可以控 右邊右邊的地方 就三點鐘、四點鐘 他那裡有一礦還有兩肉 兩團肉可以控 沒錯 沒錯 然後他左手邊 九點鐘方向那裡也有兩個礦 他控好那兩個地方 其實我應該很早就投降 沒錯 就是這樣 應該把八毛留下來 發要塞的卡 為什麼不發明兵 為什麼 到時候為什麼 你說剛剛還是 二炮的時候 二炮的時候 對齁 二炮上面發明兵 完全看不懂在幹嘛 好啦 那隊長就先這樣 因為我覺得明兵 走不起來 我們下次再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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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